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要照一般的想法 那么我们很简单 房子涨了我们就不高兴 房价跌了我们就高兴 那是你没有房子人 有房子人房子涨了他一定高兴 可是这个社会中有房子的人是多数 你们是这么来看这个问题 但是我又看到你边有的文章就讲了 你的房子涨了 你自有住房 你卖的话你可以多卖很多钱 你不高兴 不可能的事吗 但是为什么现在纷纷听到人们投诉 说现在什么房子都买不起呢 那只能说是一部分人 但是他们声音比较大 或者说他们更多的是年轻人愿意去上网 他们在网络上是一大 你想想 九亿农民上网吗 他们没有说房子贵吧 九亿农民 对呀 城市里头有80%多的人 拥有自有住房了 他们就上网说房价跌越跌越好吗 没有他们无非就是没有在网上去说 他们没有去关心 尤其是这些购买了房子 还供着银行按揭贷款的人 房价跌了的话 他可能成了负资产了 那作为你们房地产商呢 我们是希望一个平稳的合理的价格 最怕的是这个行业大气大富 而目前我们就看到一个特别大的危险 就可能要大气大富这个行业 大气大富就是一部分开发商就断动了 就没有饭吃了 就死掉了 所以对整个这个行业的影响 和了这个他相关行业的影响 都是非常大的 所以说你说最近这形式 我们从媒体上传递出来的形式 我们可以看看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确实是在拼命的去说这些事情 而且把它无限制放大了 它造成的就是破坏了人们的购买和消费心理 这个问题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其实本来有些事情并没有这么严重 但是越超少越严重 很多人买不起房子 很多人有多少 你如果相信网络民意是民意的话 那么怎么会出现说万科降价 就百分之八十几的网上面一调查都支持 那怎么会出现 这个刚才你放的片子的就是不支持 对啊 我跟你说就这事 网上又又有调查了 发现了大部分的数据呢 是反对这些个人去万科砸砸玻璃 而这个反对的人呢 跟他的利益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真正你说掏了钱的人 他才有这个表决权啊 他才有说话的权利 而且你就最近在网上有一个传言 就广泛流传 就是半个月内北京的这个房价要大降 然后这个呢就跟那个所谓的那个万科在哪开的一个会有关系 这个真假 咱不知道万科也出面澄清说我们没这么个事情 可是呢 有人说呀 他这个里边也说了靠谱 就是说呃 这个里边讲什么呢 说万科就说我们把利润率如果能控制在百分之十 就是我们适当跌 我们房地产商不赚那么多钱 能够有百分之十以内的利润 那么我们在竞争当中就所向无敌 这就说明你们还是有降价空间的 是吗 这是两个概念 有没有降价空间和有没有利润是不一样的 不能说有没有空间或者能不能降价 他和这个这个市场的需求共修关系是一回事 完全不是一回事 一般人的这个想想想想想想法就去比较想当然 就会觉得呢 你看好 你们房地产商啊 原来这个涨的时候 你们赚钱的时候啊 弄得我们买不起房子 现在说形势不好了 频频道就跌了 没成交量 我就不同意你这个观点 政府就是 说涨的时候买不起房子 是你买不起房子 如果涨的时候没有人买 他怎么能涨上去 总有人能买得起房子 才有市场这个价格 哎 你说这个我跟你提 最近我们不是请一个叫狼先平 就狼先平经济学家们讲吗 他分析为什么房价这个虚高 泡沫这么高 他的分析是因为中国经济结构性出现问题 就是制造业萎缩 所以很多开不下去了 他就把这个钱呢 拿到了房地产上 所以造成房价长期居高不下 但实际上并不是说 想自己住的那些人 这个推高了房价 他说这个没有任何道理 确实有很多人进入了 或者是其他行业人进入到房地产 这个行业来了 行业之间的利润差别 这个房地产可能比那个纺织业 比如说3%5%的这个利润要高 所以他进入这个行业是有 但是即使是这样 我们仍然是供不应求占主导地位 供不应求 对不在于有多少人投入了 也不在于他的生产量有多少 而在于他和需求是不是对称 从我们现在来看 如果供应量量大 供大于求的话 他投进来也会亏的 是吗 他这个资金 资金在市场上面 是不会走错路的 不会是某个人说 从哪走到哪就走到哪去 他是不会的 那么我问你 就说现在说这个成销量降低 这是事实啊 这个成销量要一直这么低下去 对房地产商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资金断了 资金断了 他不就是吐血大甩卖吗 不就便宜 可能会有这种现象 可是大部分的是没有建出房子来 还是土地 有的时候可能坑都没有 他不具备销售的条件 但我们反过来看看 都在说热钱进入房地产市场 或者说外商在组建大量的 地产投资基金进中国来买这些 那么这些人是不是比我们的一般老百姓 玩的资金更量大 那么是不是他们经验应该更足 可是他们为什么要在这时候进入中国的房地产市场 我觉得其中要求大幅度降价和他们 大批的热钱准备进入 趁机捞一把 有密切关系 另外一个很多人不买房子 或者交通账下降 还有一个和我们的整个宏观经济有关系 去年我们的人均收入增长是13% 扣除物价指数以后 那么这个是很高的 我房价涨了10% 他收入增长13%仍然很高 但今年呢 我们的实际人均收入增长是降到六点几 对吧 房价还保持了七点几的增长 它低于了房价的增长 所以更多人不敢花未来的钱 因为不知道未来的经济 是不是能保证我的个人收入增长 起码我们可以看到GDP已经下滑的很厉害了 GDP在这么快速的下滑过程中 就跟做滑梯似的 不知道什么时候停 所以人们没有信心 很多人不敢在这书买房子 对未来的预期呢 心里面没底了 这个是特别可怕的事情 所以这个传言说是15天之内 北京就要降价 可能跟万科的什么湖 这个假话有关系 万科我看是说要到公安局去告 可能是个假的 可是一个假的谣言传出去的影响力很大 咱们举个例子 咱们就是传一个谣言 说是北京15天之内要发生地震 再东西传出去的话 它可能再不断传不断传 对人们的心里会造成特别大的影响的 人们可能不敢到房子里面去了 不敢做别的事情 就整个正常的秩序被破坏了 这个我还想到你们有一次是在哪 在跑草原上开会去 好像还有一学者还提到这个信心 说当年1997年的时候 香港就是因为是看好嘛 所以房价一下涨了 但是后来又跌了嘛 跌了就在这个时候 说媒体释放出一个消息 其实也不是真的 说是说什么中行要拿出200亿 中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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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中房拿出200亿要买香港的什么房子 结果就因为这也是个假消息 但是因为这个假消息呢 又让人们恢复了信心 是 这个消息啊 现在确实是个影响非常大的事 对 所以我 所以我给人们通电话的时候 我就是这个点啊 咱们来一定要做这个节目 确实中国的房地产 处在了一个特别危机的关头 危机的关头 不是说我们基本面不看好 不是说中国的经济不看好 而是呢 就是出现了这一连串的假消息 杂售卢处 然后一一大概有四五个大的开发商 带头降价 这些东西就一下把整个市场的信息 你觉得他们不应该降价吗 他做他自己的生意 他降价他也消不出去 这个如果持续的接价 就变成了恶性循环 这个恶性循环就像我们刚才看那个万科 这些已经买了房子 去拿收入处一样 本来市场经济是靠一个契约精神来维护的 对吧 失去了这个契约精神 也就没有市场经济了 对吧 但是在这种连续不断的跌的过程中 和我们的股票市场是一样的 当股票和油价连续下跌的时候 购买就下降 所以我们看看我们的股市 在连续不断的下跌过程中 交易投入的量是越来越低了 从一千多亿的交易量 对吧 到了几百个亿 越来越缩越低 道理是一样的 很多人以为降了价以后 房子就卖得出去 或者是降了价以后 就有更多人去买房子 其实不是 在连续持续的下降过程中 你敢去买房子吧 因为你今天买的房子 你不知道明天是不是又降 对吧 你可能买的是二楼 三楼明天房子比你还便宜的 买完三楼的时候 忽然发现四楼的房子 比三楼的还便宜 这时候怎么办 对吧 那么在不断的等着 跌到底的时候 我再去买的时候 这样的整个市场 就会在这个恶性循环中 越来越被破坏了 我们认为政府就是 不主要的是 这个经济上的问题 很重要的是一个 你要首先要让大家有个信心 要告诉大家 我们准备怎么对付现在的情况 但现在的是 我们不知道 政府也没有表态或出台相关措施 反而是地方政府急得不行了 对吧 为了防止的下跌和下降 纷纷出台了一些政策 凡是纷纷出台的相关政策的 这些地方呢 房价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 交通量也相对来说是稳定的 就是因为他出台大量政策 那么也就是说 政府出台政策 恰恰迎合了更多的需求者的 这个要求 这就是 他说一句话 说这个房地产界解放军要来了 你指的解放军是谁呢 解放军就是银行把按揭贷款 跟开发贷款放得松一顶 就让这个房地产的资金链 哎 接少 否则呢 这个就是十七八岁 正在长身体的孩子 好几天没吃饭了 快饿死了 这就是中国房地产的现场 我们先去一下广告 强强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跟你念一段啊 人家有评论者 这所谓忠言逆眼啊 说 就是中国的这个金融市场 仍然相当稳定 源于城市化进程和生活改善的 强烈愿望的自助性需求 仍然非常强劲 现实中的中国楼市并非岌岌可危 资金链的逐渐断裂 往往也是房地产商 不愿放弃暴力的机会 宁可死去活来做俯卧撑 也不肯适度降价激活消费 因此可以定下一个初步结论 造成目前楼市僵持不下 消费者持币观望的局面 不是别人 而是房地产商自己 用句俗话来形容是自作孽不可活 房地产商 房地产商 是一个资金特别密集性的行业 需要资金的支持 在中国是这样 在国外更是这样 而中国资金支持房地产行业的管道又很少 只有银行贷款 其他的什么瑞茨上市的量有了一点 也没有国外打 所以银行就这样一个急需成长 需要吃好吃好多饭的一个小伙子 你给断动了 不给提供钱了 嗯 这个东西是一个是一个不符合常理的事情 对我感觉你好像是站在这个业界的高的高度考虑问题哈 但是我问你一个就是很很俗的问题 就是说好 那么如果说你希望稳步的成长 那么对于那些个他靠他现在的收入买不起房子的人 你怎么你跟他怎么说呢 你这说的不对 现在有卖贵房子有卖便宜房子 如果死掉了卖便宜房的人可能先死了 就剩贵房子的 生产的产品都不一样 我降降降了你可能还买不起 嗯嗯嗯 这种现象也可能出现 是吧 你降的更多反而可能更没人买了 是吧 所以我在你 你现在这个所有的城市里头它分布是不均匀的 那么小潘刚才说的 这整个行业出现资金的断裂啊 嗯 是普遍且强 那么我们说的一万多块钱的房子 在局部城市或者是局部地区会有 但中国这个660个城市还有大部分城市资金链很困难 但是他们卖的房子并不贵啊 有的只有400块钱 有的只有800块钱 有的只有1500块钱 你你老拿那一万多块钱的房价比 那是在北京或者在几个大城市 嗯 但多数城市二三线城市 只有1000多块钱的房价 但是他们可能死掉的时候先死掉 也就是便宜房子的生产发展商可能先死掉了 对吧 那你不是更没有便宜房子可买了吗 对吧 这个如果是1000多块钱的房价 你再让它降降到哪去 嗯 不要老看那个有1万块钱的房子 对确实 但是总共统计起来 我们去年的平均房价也就3655 那就是一定有人高于了1万块钱 另外还有人低于了2000块钱 否则平均数不会是3600多 嗯 对吧 这个数应该说从全国的普遍情况来看 所以说一个行业的情况说不能仅仅从一个城市去说 是吧 你仅仅从一个城市只代表着一个城市 在美国也曾经出现过某些地区和城市出现泡沫的情况 对吧 但是它并不代表全国别的城市都出现这种情况 那么可能一个局部地区 比如说你们刚才电视里演的深圳 对吧 深圳按户籍人口算 一个人可能有四套房子到五套房子了 啊 深圳人那么带地主了 但是 如果把外地人加进去 他可能就会出现这个严重不足了 嗯 但是如果他工业在转移的时候 他的外地人在大量的向外迁移的时候 他的供求关系就会发生变化 比如东莞 对吧 在经济下滑的时候 这些加工业都垮了 对吧 农民工都走了 他的房价怎么能不跌呢 他肯定会出现房价下跌 所以不能用一个城市的情况代表全部 所以我们70个城市的公布数字里头 还是有一些城市出于上涨的情况 所以你们讲的这个让我想到一些 就是说过去我很少想到的问题 就是反倒是说啊 涨的时候成交量上涨 嗯 这跌的时候反而成交量低了 如果有一句俗话叫买账不得跌 对 和股道一样 股票更是这样 如果是当天跌的话 你看看成交量一定是小的 嗯 股票涨的时候成交量是 甚至你们的意思就是过去人们说的这个 就说房地产泡沫 这个泡沫并不存在 你觉得是吗 从中国的整体情况来看是不存在这个泡沫 你说局部地区和局部地区 我说了 成交率超过1比1的时候 那些地区可能会出现泡沫 对吧 比如说按全国来说 德国 它大概只有3300万户的家庭 嗯 可是它有3600万套的住房 它的住房里 这个成交率可能是1比2 1比1.2 对吧 它那时候房价可能就会跌 但在其他一些国家实际上在不断的移民 或者是像不断城市化的过程中 像中国 我们不具备这样一个条件 对吧 我们现有的城市建设能力是不能满足每个家庭有一套房子的 哇 这个供求关系还是在继续恶化的 像你刚才说担心这个房地产有崩盘的危险 主要是资金链断 资金链 房地在行业的 就是在经济恶化和政策 宏观经济环境恶化的这两种情况下 是可能出现崩盘的 虽然大家很想买房子 最后也不敢买房子 虽然发展商想建房子 可是也不敢建房子 就像现在我们不敢买地一样 那怎么像你我看 他还提出 就说这个时候正是房地产商这个趁低吸纳 买地买项目的这个时候 甚至你那SOHO就做了这方面的举措 对 就是说从中国整个的经济的发展 还是很健康的 因为还是个成长期 咱们从三年五年十年看的话 还是一个发展的过程 发展的过程的话 而且我们原来想扩展的范围比较大一点 一看这样的经济形势 只集中在两个城市 北京上海 而且在北京上海最繁华的底端 就是抗跌性要强一些 而其他的我们看到 像那北京五环之外的 每平方米八千块钱以下的 户型是 90平方米以下的这些房子 就是他这个供应量也很大 房价下跌的压力也是非常大的 他说是他的公司的一个战略 公司战略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好 任总先说两分 这个问题是他自己一个企业可以做这种战略 但是我们从更长远的情况看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 不是说这边下去以后就不再有了 中国城市化率只有45% 从长远看还早呢 大部分亚洲国家在人均GDP一千美元的时候 城市化率都到了70%了 而我们如果不增加我们的城市化率的话 农民是没有办法解困的 三个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所以从长远看 中国一定会制定一个继续发展城市建设的一个战略 但是房价可能是因为短期的政策 跌了一段时间 或者说过一段时间还会涨起来等等 但是从建设来说 他需要一个很长周期 那么现在这个时候可能因为土地价格便宜 很多企业在用逆周期的一种办法去购买土地 然后期望明年后年的时候 我这个房子提供的时候 重新市场就进行恢复了 我们可以明显看到 我们的经济增长也是从去年的11.9下滑了 如果这个经济下滑的话 房地产不可能不受到影响 同样其他行业也会受到影响 所以现在死的更多的6.7万家企业里头 是外贸的加工的或者是纺织的这些其他企业 他们要比房地产产的多 那么最终恢复的时候 可能还是房地产先恢复 可是房地产一旦受到影响 因为房地产更需要住房 对了经济的影响会更大 对 这个总量还大 带动的就业 尤其是带动全社会中最低收入的就业 你看我们工地上 有的时候大的工地 一个工地6000个民工 6000个民工都是从偏僻的农村里面来的 你如果这6000个民工都失业了 就涉及到6000个最贫困的家庭 你觉得现在这种这个竞相降价 会不会引发这个一个降价的 这个多米诺骨牌的效应 切了哗叉都都降 完全有这种可能 从这一个星期的情况来看的话 因为人种对宏观的数字特别了解 我是更多的看了微观的东西 就每一个人的心态 每一个受罗事的情况 情况特别的不妙 所以呢我觉得借这个机会要赶紧呼吁一下 要给这个饿了好几天的孩子给口饭吃 要不就要出生命的危险 那就是说到这个旧市的这个解放军的作用 他是说是说政府强力什么干预 还是说通过还是通过市场的 就是把这个给了房地产开发商 要了松绑 因为宏观调控了三年多时间 有好多政策呢是 就是不给房地产开发商贷款 他们没有资金 要把这个房开 松绑 让他们这个火水流起来 是吧 最重要的是让市场经济发挥 看不见的手的作用 自然去运转 而不用强烈的行政干预的方法 去限制它 这说都没有 对不对